佛的一生三种不识 财不识 法不识 无谓不识 那个财不是钱财 释迦牟尼佛一文钱都没有 那个财是什么 那一财就是身体 要用这个身体 要用体力 要用精神 要用时间 要用智慧 这都是他的财 这叫内财不识 内财不识比外财工得大 所以很多同学在道场做义工 这个义工是属于内财不识 他在一天非常认真努力 在做工 在做工一天 彼得一般人士 不识十万百万 功得还大 因为你有钱 身外之物 这点钱很小 无所谓的 用你的心 心力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身体 来为大众服务 来为大众服务 这个功得大 这个国报 非常殊胜 来世是大富大贵 如果是没有私信 完全是为三宝 为政法 要功得大 如果里面 还有个人名文立扬 在里头 这功得就破坏了 里头有东西夹杂 不纯 夜阴国报 丝毫不爽 法部诗 我们就学会了 跟英光大师学的 我们把财法无为 变成一桩死 不识佛法 不识经典 现在我们做念佛机 波金的这些机器 大量制作 供养所需要的人 那么我释放 供养我的 这些财物 我通通把它做成印金 流通法宝 做这个用 原则 在外面讲经 这一边有道场 我就全部供养道场 我自己向来 就一分钱都不带的 现在越来越自在 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这一边有点 感谢观看